中國營南下彰化路段 發生多車連環追撞事故 其中兩輛小課車 慘遭兩輛大車前後夾擊 整個車體是嚴重毀損 甚至凹陷變形 幾乎可以呈現是咒指團的慘況 那其中車內駕駛乘客受困 大批消防也趕緊出動破壞器材 來協助救出受困傷者 帶你來聽稍作訪問 好 這一切貨就發生在中午十一點半左右 國道一號南下一百九十七公里 處大小車輛佔據內外車道 導致後方車流也回堵三公里長 不過向國道警方查證 車禍是七車發生追撞 一共是三大車 四小車 然後兩部四小課車 兩名受困民眾已經被救出 一人歐卡失去生命跡象 一人則是骨折 那經過送醫抢救 失去生命跡象的傷者 已經宣告不治 至於詳細的年紀身份 以及肇事原因 都還有待禁銷 敬不敵清